平常委員長月娶第二在管理電話院培動執行 到國務院的實體來採取國保管的議定地 管理電話院即便中央政府專頁支持執行 國務院可以陷害在地文化主要和政策 帶動專民性的地方文化、觀光和三個發展 對故宮的期待是真的很高 不是說家義已經很發展、都會去 來故宮經驗,不瞭解 因為服務館基本上不是賺錢的 家義一般土地人家都從事農業 所以二十世紀政府在發展經濟的時候 家義都跳過、流過 所以民進黨政府把故宮南院後來決定在家義 給我們家義很多的一個期盼 因為我們的農業必須要靠文化跟觀光來帶動起來 這個才是二十一世紀我們能夠創造的一個 軟實力跟巧實力 故宮的一些重要的民眾歡迎的 這個古物、文物也應該要移到這邊來 剛剛張建長講得很好 就是幾十萬筆 就你一次展三千千要十五年才展得完 所以你很多故宮博物院、北院的文物都放在倉庫裡面 那既然這個地方是南院 那我們也應該要做這樣的安排 這南臺灣的民眾的藝術教育可以提升 這個也很重要 這南臺灣如果天節進一步來支持 這個界階要強化和在地的連結 推動中南部管治藝術雜根 強化分到南地區的文化觀光主委 明天要配合北京政府、共同串人文化和三頁 可以讓這個普普館得到外衣效應 帶用心目、環培與柴鴻伯德